7月1号有许多新智上路 逢民乡公所去年提案获得 相待会全数通过的儿童生日礼金 也在今天同步推动发送 商长江丽婷亲自颁发 四岁以下幼童寿星 每人一万元的生日礼金 不少家长感谢表示 在疫情期间能够暂时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 在防疫公仔飞儿与虾儿的陪同下 乡长江丽婷发送 风冰箱创乡以来的第一份 一万元的幼儿生日礼金 在苦闷的防疫期间 也增添了些许欢喜气氛 风冰箱公所提案推动四岁以下幼儿 提供每人一万元的生日礼金 获得相待会全力支持通过 乡长江丽婷万分感谢相待会的支持 也藉由提供优质的儿少福利制度 以及友善生活环境 让年轻家庭跟流风冰箱 逐一到四岁的最多就可以领到八万块 我们不希望是说一次领 那他就会把户口牵出去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以一到四岁 这四年的一个时间 那能够平衡我们一个乡内的一个平均年龄之外 其实小朋友确实是未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 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 能够鼓励我们年轻人多生 从乡长江丽婷手中接下这一万元的幼童生日礼金 家长与幼儿都相当欢喜 甚至有不少年轻家长表示 在疫情冲击能暂时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 就买他的生活日用品 对呀 对公所有这样一个福利对儿童照顾 你觉得呢 有帮助 厂长妈妈有送你一个大红包生日礼物 开不开心 开心 那这个钱要给谁 给妈妈还是你要自己用 给妈妈 给妈妈 有啊这次也是感谢厂公所多一些帮助 对一些厂下的一些补助 生活资金这样 冯冰箱人口严重外流产能实力也跟着减弱 为了奖励大家增产报国同时推动儿少福利 特别提案发送乡内四岁幼儿每人一万元生日礼金 获得了乡代表会 全体一致赞同通过 7月1号发送1到6月份共17位幼童收心 乡长江丽婷进一步表示 未来将带领公所团队积极建构乡内儿少富幼友善环境 规划相关福利措施提升封冰箱的软实力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 唔着手提升封冰箱的参码 良unku第三东西 1号 然后给予验